Hello 大家好 又是時間跟大家review下股票啦 麻煩啊啊女 7月恆生科技指數走勢減月 港股踏入7月份 可為全程坐過山車 覆去回來但力十足 今年恆子顛覆市場魔咒 五不窮六未絕 7月更是大翻身 恆子今月開局顯著反彈 雖有中美緊張關係升級 疫情持續等不利因素拖累 但大市跌後選定 重拾聲勢更是升極重有 令人窄窄清奇 被視為港版納指的恆生科技指數 HSTCH於週一 27日正式登場 雖然目前未入ETF等產品配合 依然備受觸目 恆子上週受到中美關係惡化 以及本港第三波疫情所影響而急捨 令恆生科技指數於本週一高開低走 曾經高見7,014點 全日收報6,774點 跌818點或1.28% 畢竟科技股市當下資金的重移 30隻成分股總成交額亦高達339.7億元 比50隻恆生指數成分股的總數多出1.6億元 可見市場對科技股的前景 依然充滿信心 恆生科技指數由30隻於香港上市 市值最大的科技成分股組成 反映香港上市科技公司的指標 選股準則方面 恆指公司會考慮合資格公司是否能夠應用科技平台營運 研究發展開支漸收入之比例以及收入增長 經濕損後 市值最大的30隻股票獲納入成為恆生科技指數成分股 首批納入的30隻成分股 主要涉及資訊科技、金融、工業、醫療保健及非必需消費品共五大行業 涵蓋主題有雲端、數碼、電子商貿、金融、科技及網絡 恆指公司表示 由於恆生科技指數採用流通市值加權 便相更集中在大型企業 特別是騰訊、700及阿里巴巴、9988 基於考慮可投資性 故此恆指公司將權重上限設為8% 不過騰訊、阿里巴巴、美團點評、3690和小米集團、1810 四大熱門科技股、ATMX 的權重均超過上限8% 四間公司共佔33.49% 恆指公司表示未來或視乎情況作調整 名單中29間上市企業軍事中資公司 唯一一間ASM Pacific 522 創辦人為香港人 為公司總部設於新加坡 意味港版納紙獨欠港企中影 留意近期高位在7月9日 恆指修報26210點 恆生科技指數為7777點 我們將7月30日恆指結算日的收市價 與近期高位的收市價對比 分別找出5隻升勢及跌勢最多的成份股 數據緊供參考 首先,我們看看5隻升勢至今未止的股份 第一位是比亞迪電子 285,權重佔1.73% 現價26.3元,上漲18.47% 手機設備股比亞迪電子獲納入成份股後 股價立即連升兩個交易日 創52星期新高 公司在7月股價已升36% 今年累計61% 表現跑贏大市 被視為恆指科技指數新貴 市場亦寄望他挑戰2017年26.45元的歷史高位 第二位是軟件開發公司金碟國際268 比重佔4.47% 現時報21.8元,上升11.68% 金碟國際近期回湧 有望擺脫之前盈利預警的影響 相信與市場看好期混沌業務發展前景有關 第三位是心動公司2400,權重佔0.59% 現時股價40.35元,升9.05% 心動公司作為手機遊戲公司 受惠於疫情下蓬勃發展的摘經濟而表現兩眼 難怪被形容是逆時黑馬 第四位是平安好醫生 133,佔3.98% 權重,上升0.23% 第五位則是信譽光學科技 2382,比重佔8.02% 升幅需視乎1.97% 有147.4元高位下跌至144.5元現時價 但已是30隻成份股中跌勢最小的 接下來,輪到五大約細成份股的排名 第一位是中芯國際 981,權重佔5.96% 收市價是28.2元,下跌29.4% 集成電路製造企業中芯國際 申請退出紐約證券交易所 被外界視作回歸A股科創板 以及預防美國相關監管或制裁的信號 令有望接棒成為第二間華為的中芯國際 處於股價好淡增持的尷尬狀態 第二位是微盟集團 2013,比重佔1.75% 股價現時是10.68元,下跌18.35% 該股或SAAS雲端服務供應商 主要為小商戶提供市場營銷、後台連接、 庫存物流管理等服務用戶可透過程式 操作不同社交平台的網上商店 網購是大勢所趨,而且在疫情加速推動下 市場相信微盟集團未來反彈可期 第三位是優太科技 1478,權重0.46% 現時股價10.32元,跌幅16.91% 優太科技作為手機設備股 受制於市場對智能手機需求復甦仍然緩慢 相信要追回公司首櫃銷售業職的弱勢 仍需要一段時間 第四位是中興通訊763,佔1.86% 下跌16.42% 第五位是金山軟件3888,比重佔3.32% 下錯16.32% 會計會最後提醒大家 以上內容不作投資決策依據 資料謹供參考,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 股市有風險,投資需謹慎 好,今天先看到這裡 多謝大家,拜拜! 拜拜!